心理恰恰门 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哦 哈喽 大家今天一定要把耳朵洗干净 洗干净是怎样 今天这个题目我想你们看到标的时候 因为还没点进来一定先看标嘛 然后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标是什么 但我一定要取一个大家很想点的标 就是超门有太多朋友对亲密关系或对关系 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每次只要我们讨论亲密关系的议题 节目就会很受欢迎 可是我一直觉得身为一个心理师 我是不满足的 因为亲密关系里有一件事情是绕不开的 可是我知道我自己一直绕开它 就是性 对 那为什么我一直绕开它呢 就是因为我没有把握把它谈 好 所以呢今年呢就有一个 呃呃 呃呃 我先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请来的来宾是吕家慧老师 啊也是它从事也是和光资商 哎 性资商中心的呃 督导跟创办员嘛 对不对 老师你知道其实我在 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冒犯你 我在学生时代我就听过你的演讲 耶 要不要先让老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 我年纪真的很大了 对 呃各位听众大家好 呃主持 两位主持人好 我是吕家慧 我是和光性资商专业训练中心的执行长 那我们旗下有和光成人性资商中心 跟云光儿童与青少年性资商中心 对 然后老师做这个呃 资商的教学跟这个推广 已经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 对 所以其实我在学生时代其实就知道 不是 我应该问是你是哪个学生时代 是高中吗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 真的国小国中高中都好 好 所以现在会有人跟我说 哦我国中的时候听我的演讲 主持 对的 我受班 我受班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台湾的伴侣治疗 也慢慢有这个概念 是 然后伴侣治疗的时候 就一定会碰到性的议题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会知道 哇这是一门很专业的学问 而且它并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 性高潮性愉悦就这么简单 它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心理动力 还有心理的自我的概念 所以呢我知道今年 老师出了你的第二本小说嘛 是 叫做欢迎来到性资商事 OK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这个小说的大概念就好 因为小说实在太丰富 大家要自己看 好那我们今天也尽可能不爆雷 但就是这一本小说是 哦老师很厉害 你挑战了七个 三个资商师 一个督导 and三个小孩嘛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会有七个主角对不对 对还有配角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所以你同时之间就要写这么多条线 那这个故事大概就是 学校呢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可能一些性的好奇 那其中一位是他去了女厕 然后被人家撞见 想说你进去干什么 这在国中是非常大条的事情 那另外两个学生的议题 就是他们去偷拍女生的群体风光 然后也被被发现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现在的学校都蛮好的 都会知道要介入 可是怎么介入 然后怎么跟青少年工作 如果你家里有青少年 你就知道那有多困难 对然后这时候呢 老师就安排了三个俊男美女 啊没有我想一下 必须要偶像剧的标配 这样我有信心刻板印象吗 好 这讲话要好小心 好三个大概就是 我觉得算亲手阶段 就是有三个智商师 然后刚好是两女一男 然后我觉得那一男也很有趣 然后他们去陪伴这三个小孩 然后里面有一个督导的角色 我觉得老师是同事在这个角色里 我有时候会这样 在读的时候幻想一下 然后去看他们的互动 我觉得非常好看的是 不是只有资商的部分 那资商的部分 如果你是可能不是这一行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 有些地方看不懂 我跟你讲 你就快点翻过去 没有关系 那里呢就看个大概就好 然后里面还是有很多 风花雪月的部分 还是很好看 比如说做性资商的资商师 本人自己对性的探索是什么 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好奇吧 对啊 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真的就是来跟我聊 性的这个资商师 他自己怎么想信 哇 这真的是比八卦还要 还令人兴奋 对 所以我今天特别请老师来 就是老师 我想要先了解一下你当初 为什么特别想要写这本书 然后 而且你还focus在青少年 性资商 这么小的题目这样子 啊 我脑中要写的书真的太多了 然后呢 就是看哪一本先到我心中 那如果说我为什么要选这本书的话 其实是当时那个场景就已经在我面前了 所以我就开始写 刚好有学生遇到类似的状况吗 当然不是 不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当我说我打开电脑的时候 我一本新书要开始了 通常就是我的大年初一 因为年假是最棒写作的时候 因为全部人都休息 可以沉淀 对而且不会有人吵你 因为大家都在放假这样子 所以我打开电脑的第一个片刻出现到我脑子里头的个案 写下去就是开始了这样子 那原先我超想写的是伴侣资商 伴侣性资商 对这个更难吧 我超爱的 因为那是我最爱的工作 就是我一路放工作嘛 一路一直 等于是删减我的工作 就是你把心理师培训起来之后 让他们去接啊 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 那我最喜欢做是伴侣性资商这样 那我所以我最想写的是伴侣性资商 但是出来的时候是青少年 当时我真的蛮崩溃的 因为青少年很复杂 很复杂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 心理师救救我的色鬼老爸 那本书就是心理师 这是吕老师的上一本小说 场景非常简单 办公室非常漂亮 对 然后你懂吗 你不用去到学校 不用 你不用去把老师跟家长安排来这样 不用不用 然后你不用搞这么多系统上的事情 那是我最想要写的书 但是青少年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整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当时那个 我第一个出现到我脑子里的场景 是青少年的时候 我其实很担心我写不出来 所以我这本书是没有签约的 我是到已经整个印出来以后才开始 出版社决注我签 就是我是没有签约 因为我不知道我写不写得出来 因为青少年的要做的工作太多了 可是我觉得老师 无论你的医师跟潜医师到底怎么打架 你最后还是写出来 而且也在里面可以感觉到老师 做了非常多的交织铺陈 那在你的实务工作里头 青少年的性对一个人的一辈子 到底有什么影响 超级重要的影响 是什么 是你想想看 大部分人 我们很多时候工作是成年人 那因为成年人他有经济的能力 他可以来寻求智商 但是寻求到性智商都是非常非常不愿意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希望在性上面被标定成有问题的人 无论男性女性都一样 大家都希望大家跟其他人一样都是所谓的正常 是这样子的 早在儿童青少年就已经种下了许多种子 特别在青少年的阶段 因为儿童的时候你就是 你等于是被接收 你的家长 对 你这样怎么对待你 无论是身体 性别 跟你的性探索 性兮兮 他们怎么看你 你就只能接收 但到青少年的时候 我常常去形容 青少年是一个排毒的阶段 也就是把你前面所累积 整个大环境 然后你的家庭教育 然后你的原生家庭 跟你的整个求学的历程 这当中各种成人累积在你身上的很多的观点 我在青少年的时候会把它整个翻出来 所以我们会把它标定是青少年的问题行为 没有 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只是在说 我前面有个东西没有张好 有个东西我搞不懂 对吧 然后我没有办法掌握我自己 包括我的身体 我的信誉 跟怎么面对 我觉得这边有开我的脑洞 我本来以为是成年人进去性质上之后 才是排毒的过程 但没想到其实是青少年就是了 青少年 因为那个成年人已经 定型了 对 成年人要改超难的 因为各种 因为你已经变是你的习惯 然后已经变是你的模式化 它已经变成几乎是你的整个人的一部分 然后要去调整它是难的 特别是在那个时候 成年人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可以逃离性 比如说工作 比如说责任 是 比如说金钱 是 对吧 跟你要完成的事情 还有小孩 超多 对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逃 然后性不是一个你随时每天都一定要处理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往后放往后放往后放 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 地下活动地下活动地下活动 你懂吗 可是青少年的时期 他们对性最有兴趣 而他们可以全心全意的好好在这个地方探索自己 但成人通常不允许 对吧 他们的家长不允许 对 好毛顿喔 对对对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应该是他们最没有防卫 而且他们就是被那个欲望所好奇 驱动 驱动 他就会展现出来他的好奇 他的探索 那他会创造出一些超过他能够掌控的行为 所以被大人标定为有问题 对吧 哇 这是多棒的一个时机 让我们可以把过去这个孩子 他没有一个好的支撑之下来 知道怎么掌握自己 好 老师你 这个好的阶段在青少年 老师你现在讲了一个大的概念 但我在猜听众还是会有一些模糊 就是什么叫做 我有一些问题在青少年没有处理好 于是他影响到了我后面在伴侣关系里头 我性的展现 有没有一个比较小的或大家比较好理解的例子 那我可以就举那书上的例子吗 可以啊 你看那三个男生 那三个少男 他们不是都有一些因为性的探索好奇 比如说跑到女侧去 你先不论他为什么 他进去的这个动作 一定有某个东西驱使他去做这件事情 对吧 然后他如果被标定成是 你有问题你变态 无论哪一种变态 这样之后他是不是要地下化 对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我不会再做了 我不会再去了 没事了 那他后面会怎样 对 他这一切是不是压在里面 他自己一个人反出 对 那一个人反出的时候 这一些能量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释放 跟好的理解 他就会变成是很扭曲 他可能会觉得他自己很变态 对吧 他觉得他自己有问题 以后他会不敢信吗 各种可能性 可能是他会更回避 他更紧张 比如说他对他 其实应该要去发展 自然 他假设他成年之后 他可以自然地去发展 对他有信誉的对象 去做探索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过度紧张 因为他标签的 他自己是 我是有问题的人 我是不受欢迎的 这是不是也影响到 他自己对性上面的表达 当然会这样子 当然是这样子 那当然有可能是 因为这个欲望的趋势太强烈 所以他后面会出现我们所谓的 真的去侵犯到别人 或骚扰到别人的行为 OK 这都是在青春期当中 我们因为没有 好好的处理他时候 压抑进去所产生的一个现象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三位少男 他们很可能 在青少年之间 没有得到好的处理的时候 压抑进去之后 他未来可能就会是 我的前一本书叫做色老爸 你是说他年纪大了之后 对啊 就有可能 你在讲的时候 我也一直不停的回观 因为这本书 还有一个也很动人的地方 就是自上是自己的反思 是 就是老师你是在说 会不会有些时候 我们在亲密关系里 在靠近 那个靠近不一定要等到性交了 甚至只是身体的接触 是的 但有时候我也有遇过 有一些学生 或有些听众他会写信来 然后跟你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碰我就不舒服 或者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恶心感 可是他也没做错什么 不不会老师 你在讲的是 就是这些以为 我们是现在 关系里的事 是在我们更早期 在性 靠近性 在认识性 或第一次接触性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已经种下了 是是是 你讲的 嘉玲你讲的非常的清晰 就是这些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 无论是男性跟女性 像我刚刚说 心里是就是我色鬼老爸 那个色鬼老爸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在他太太往生之后 他开始变成一个 到处去 就是 就是性欲突然变得很高张 对 然后去做很多 奇怪的消费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是去看别人 想要跟人家靠近搭散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你会把他的生命 整个拉开来看的话 你会知道说 很多在他儿童时期 青少年时期 一一不断地累积的 他对性的困惑 而没有办法得到解答 他从来没有真实了解过他自己 因此他到成人的时候 无论是你刚刚讲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靠近我就觉得恶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这个人 我就想要上他 像这种 会不会太直接 不会 你们自己消音一下 不用 事情就算 虽然我已经做好 会被黄标的准备 真的吗 对 没关系 我们他开始没关系 但YouTuber就这样吧 好 我们可以 其实这个就是 他就是 就会有一个幸运的冲动 那他对他的幸运的冲动 无论是他不想要靠近 或不想要发生 或是他很想要发生 他不知道为什么的 这个不知道 其实都是有很多过去 累积到现在 嗯 的状况 老师那很多时候 我们就会 你刚才讲了一个很棒的例子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想要上他 嗯 其实那时候 我们就会意识自己以为 那就是一个性冲动 嗯 可是里面是有很多的性自我 然后你在书里头也提到 N字 我没有数几次 但是好多性自我 嗯 性人格 嗯 这个到底定义是什么 惠老师 你可不可以再讲的 再清楚一点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这个名词 嗯 我们先把它想成 人格大家可以猜想得到 对 就是说 呃 人格你们怎么定义它 就一个人的特质 嗯 比如说我个性比较 嗯 古模一点 嗯 那我的人格就是相对严谨 这就是我的一部分的人格 OK 那你会发现说 我们 有可能用心理学的理论 来定义人格 有可能用什么星座 嗯 用什么 新盘 对对 新盘来 可是你没有一个心理学是告诉你 你的性的人格是什么 没有一个星座来定义你的性上面的样子是什么 对吧 对 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很多力气在探索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可是我没有没有花力气去探索你在性上面是一个怎么样的你 而这个性又是这个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所以我会说为什么把人格跟性人格分开 就是说人格我们想当然而 啊我们大家坐在这边有一个好的工作 我们都可以猜到你人格十十八九都还不赖 对吧 可以支撑你在社会上 呃有一个呃好的社会适应的状态 可是我们不会知道你的性的人格长什么样 真的我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还有性人格 所以我们就会广泛的说潘朵拉的盒子 对吧 我们用潘朵拉的盒子来形容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碰触的那个自己 是 因为文化的禁忌把它框的 对 你很难去reach它 对对对 嗯 OK 所以有可能我刚才老师在讲就想说 有可能我外在看起来很 很很正常 对 我是非常的拘谨 可是我在性人格上可能是另外一种展现 没有人知道的 对吧 对 你就外在绝对看不出来的 而且它常常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对所以你可以看那个新闻常就是 或者说哎你的朋友啊同事啊 就爆出什么 就是很大的很大条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文职彬彬 对 然后喜欢玩性邮居的玩具什么的 然后我们都会说哇看不出来哦 他平常 我们这个同事平常很安静的 没想到他是 有没有 对 哎这个就在说 哇我认识他这个人 可是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他的性 而且我们 上面的样子 老师你刚才用那些 一般人会用的口气跟语气的时候 其实我们好像已经在谈论这些 已经假设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是 而且很奇怪的 是的 那这其实真的就是变成我们很难谈 性这件事 没错 就是我们花了25年 从没有性智商 这三个字弄到 就是建构到现在大家 哦性智商性智商可以被听到 而且大众愿意很直接的来寻找 这样的服务跟资源 我会说这25年 我们其实见证了整个台湾在性上面 整个文化发展历程上的转变 非常不容易的调理程 那是因为说说看你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人们来找你的时候的状态跟 哦 我用一个最简单的 比如说我开训练课程 那个 一开始大家会说 我要去参加那个不可告人的工作 训练课程来的不都是已经心理师了吗 对 但他们还是会说 那个不可告人的 那有好深的文化的潜意识啊 对 然后但是到现在 比如说今年的话 大家会说哇我们好想去上好想去上 你可以知道那个文化已经差很多了 对啊 而且现在很多podcast都在聊性耶 超多的对吧 对 那从那个25年前是 想要走进性质商市 哦那个 无论是大人小孩 成人家长 脸都凑到一个抱 就是你非必要 你打死 你不愿意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那这个事情 也不过到三年前都还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成立了云光儿童 与青少年性质商中心 当时用这个挂牌出去的时候 去行销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亏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其实教一般的家长课 一般的亲子关系的课 一般的伴侣关系的课 因为这个是你要谈性 家长要跟孩子谈性 你一定要有一个基本上的依附关系 家长不愿意进来 他说我不要进入性质商中心去上这种课 你懂吗 不愿意进来 那你问他说 那家长你们觉得我们存在很重要吗 他们都说很重要 那你会不会带孩子来 不会 好矛盾 你懂我意思吗 就不过才三年多前 但是比如说到今年前 因为我是主要是派案的督导师 我 所以我会看到那个最新的 时代的趋势 就是竹术问题 对 然后我会看到有些家长 比如说他孩子 十岁 有一些探索 家长会说 我不知道怎么 教他 教他 你开始摸生仔细 对 然后我希望给他一个好的开始 我希望我的端控不要影响 我对性的教育不要影响到他 我可不可以请心理师跟我们谈一谈 那我也会看到那个伴侣非常年轻 比如说才大学研究所 他们开始有伴侣关系 他们知道他们的性当中有一些卡住 他们都会说 我看到这么年轻的人 就是说他经济状况也不一定是非常好 他都会先想说我可以来做智商 先让我知道我怎么样可以经营好 OK 这个是时代很大的改变 我觉得 我想也跟这些年台湾性别文化 性别教育的推动 绝对有关 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不管一开始我们推动的是 可能同性恋异性恋这种概念 可是我觉得 这里面解放的是所有人在性别上面的一个压力 或一种束缚 变成更多可能 是的 那老师我想拉换一点 就是因为你这本书主要是在谈青少年 而且是少男 少男 对 你特别选男性来做这个 这本小说的开 就是 主要的主角 对 有特别的你发现的 比如说男性在性上面 有什么设计上的用意吗 设计上用意不如说是我的心愿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我会写这样的书 然后他会怎么呈现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反正出版社如果不愿意出 因为他太小众 那我自己出没关系 可以成为的教材 那大部分的助人工作者都是女性 对啊 对 所以我其实 性身上师也是吗 大部分都是 因为我们就是用比例来看 男性就是少嘛 就是会有很直觉上的性别冲突 对 就是意思是说 助人工作者领域大部分都是女性 然后大部分在学校领域当中 因为在像这种青少年的工作 心理体的工作 是不一定是心理师 专服 或者是学校的辅导人员 都有可能会去处理的 是 大部分都是女性 是 那我从25年前看到就是 类似像这样子的案例 那些老师们看到他的学生 是进厕所或者拍人家 或者是卸人家去这些 那种厌恶的 然后那种觉得他真的是食恶不赦 觉得他是色狼的这样的表情 到后来 整个性教育的推展之后 他们会说 可以啦 我知道啦 还有他的发展啦 但是他可不可以要这样子 还是这样 到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让女性的工作者 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男性的性的各种展现 而能够把他看到是发展的时候 同时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老师这边我就非常想问 好重要 对 就是这本书其实是为了女性心理师写的 对 因为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我也非常好奇男性在关系里的样子 不管是性还是亲密关系 好像很多时候 我感觉到的是男性在这样的位置上 他们有很多的委屈跟压力 比如说老师你刚才讲 他跑进去 然后我们身为一个女性 在跟这样的个案工作的时候 其实人不烦 或者是会有一点害怕那个男性的力量 对 然后会不知道怎么处理 比如说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自伤师是他的个案勃起了 是的 那我也有想过 如果我的个案在我面前他勃起 我到底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 而不会让他觉得羞愧 加深他的那种 就是对性的害怕 可是我同时也会有一些担心 身为一种性别上面的差异 对 老师这件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女性心理师住在那边 有些女性的心理师就会觉得很受伤 因为我们女性从小到大都是会被放在 某个角度会被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 也就是男性对我们有企图 那确实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身上有非常非常多受伤的痕迹 有啊 而且不一定要你真的碰过事情 因为你的家人你的学校你的整个会告诉你 保护自己保护自己 小心他对你有企图住此类的 你怎么会这么不小心这一些 其实你身上有很多这样子的印记 这是第一个 那因此呢 碰到青少年有性方面的好奇 然后或者是挑衅 甚至于有这种生理反应的时候 有些心理师会觉得很受伤 那有些心理师会说 哦 没关系 我就是住人工作者 我就要接受 我就要觉得那个没有关系 那就是他的状态 这两个位置其实都会 轻忽了这件事情 在你心理师跟这个个案当中的一个状态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他还是关在门里面你们两人的事 所以这个东西他一定需要处理 那我们如何帮助心理师能够对性放轻松 然后有技巧有方法的 有结构性的可以去处理 这样子的一个生理反应 把它转成 我们能够帮助这个人去了解他在做什么 帮助这个个案去了解他在做什么 而不是变成是 他跟我之前有一个讲不出来的东西 老师那我这边 就谢谢老师 无论是我觉得受伤 或者是我当中没看到 对吧 这是一个不能讲白的东西 那就会成了很多复杂的动力在里面 对对 有的时候我们反而不知不觉会创造出一个 更往这个地方去挑衅其他人的青少男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要小心处理的题目 老师那你这边在你事务工作 或是你的伙伴 不管是青少男 或者是成年男性 他们在性上面比较常会有的 我现在在讲民族 不知道要怎么说 他们容易会有的状态是什么 然后很容易带到智商里头去讨论 或是 我这样定义清不清楚就是 你想问的是 就是一般男性会进到性智商 他们提出的议题会是什么 或者男性对于性上面 也没有他们普遍的自己文化里头的偏见也好 或是那样的态度 让他们重复重复会一直这样子 去展现他们的力量 然后对 嘉玲讲的是两个部分 你在问的是说 他们会带什么议题进来 还是说他们会怎么样 无形的把性上面的power 就是那个权力 对于一个女性心理师 比如说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我们也年轻过 当然 个人进来 就男性个人进来就说 啊 老师 你是小女孩一个 你懂什么 你有看过A片吗 我看A片比你多 你教我 类似像这种 那或者是他不是用言语表达 他可能会用他的肢体去展现 他怎么样去 你知道男生会把脚张得很开 就对你的态度 对 或是他看在你的眼神 类似像这些 我可以说 这样他需要在关系里 有掌控感 不管在关系 不管在性上面 这是一种 天生的吗 还是这是他的议题 哦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你问天生 或是他议题的话 他就可能性超级超级多 有一个最简单的 很可能是 因为他来找性质伤事 他本身已经觉得 他第一个打死不愿意 第二个他觉得 那是我有问题 他有问题 就真的觉得很羞愧 他的男性自尊 在这边受到的影响 就是你为什么男性 要进入智商市 找一个女性的心理师 来协助他性的问题 意思代表说 可能他的性功能上面 有一些东西 是他自己 或他的伴侣不满足的 对吧 所以他你可以说 他可能只是在什么 虚张声势 去保护他的自尊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不会都假设 他有什么很多变态的东西 没有 他可能就是很紧张而已 很紧张 那我们如何让他能够知道 放松下来 然后知识 我给到他的是知识 跟他需要建构的能力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他们刚开始进来 就是那个叫做什么 虚张声势啊 然后就是让你觉得 你没什么啦 类似像这样子的 但我们用能力建构取向 让他知道一件事情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你需要补充一些知识 然后每个人在过程当中 对性的好奇跟探索 都是懵懵懂懂的 很多性技巧 也不是从一个正确的地方 去学到 所以你不能够 好好的了解你自己 因此你面对这个处境 我们把能力补进去 知识补进去 就OK了 所以你知道 那个我最喜欢听到 成年男性的暗主进来 本来就是要说他很厉害 叫我们不要小看他 对 为什么 他强调很厉害这件事情 就是男性的自尊啊 对 就是一个男性的自尊 他需要保持这个自尊 因为这社会文化告诉他 你要像个男人 男人就是要 硬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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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次之后他会跟我讲说 老师这没什么 或是他跟他扮演说 这没什么 我们就是只是有些能力不会 我们学就好了 就是我们知识不知道 我们问老师就好了 你会知道那个整个放松下来 是他对他自己状况真实的接纳 是 所以很多时候男性在性上面的痛苦 来自于他们真的太想表现好 表现焦虑 他们不自觉的 因为社会文化就是这样子的压迫他 对吧 社会文化对男性在性上面的期待 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 其实我常常 很多时候我在谈性别议题的时候 很多都觉得我是女生 所以我帮女生说话 可是没有 其实我一直觉得在性别平权 或者是在性别议题下 我看到男生受的苦不比女生少 而且更困难的是他很难承认他在这里面有辛苦 包括到现在 女性已经比较能够说 我要享受我的性 我享受我的身体 我可以去跳钢管舞 展现我的魅力的时候 男性还在 我要勇 我要猛 我的阴心怎么不听话 是啊 还在这个阶段当中 如果这阶段可以往下走 可以到什么状态啊 哦 往下走最赞就是 所以我前面20年其实一直在推的是 女性的性自觉 然后所以女性可以说我要 我要 我享受 我想要更多 性高潮我想要追求 然后大部分男性是说 哇 女性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惨了 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压迫感 不是 女性到这边的时候 她不用等着像怨妇一样 要你满足她 要男性来满足 对 要靠你的技巧 靠你的勃起的情况 才能够满足她 那她不能够说她要的那个状态 也就是说一个女性她可以有办法满足她自己的时候 男性才会开始有空间 可以说我真实的状况 我有我的难处 我有我的困难 你愿意跟我一起来面对这个状况吗 才会有这个空间出来 可是如果女性都是要等着男性她才能够得到满足的话 那你先知道那个张力 男生就永远压力很大 对 而且好像一定要多少时间 多少长度才叫好的 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对 对 这个是太可怕的事情了 对于男性自争的那个削弱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想应该很多男生到你那边就是 一开始都会有这种要几次啊 对 对 对 然后多长啊 对 多久啊 我们最常被问的就是 老师 几次可以好 我来智商几次可以好 我几次可以什么射精很顺利 我几次可以怎么样这样 我们最常被问这个 我们几次可以性交很顺利 每次都是问这样的表现的事情 你可以去密钥科 通常会找到我们的就是密钥科给他们说 会不会是密钥科也没办法了 通常是这样 所以才来老师这边 通常是这样子 这个是心理性居多的 那你怎么帮助他们能够把那个表现焦虑再放低一点 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 伴侣新智商第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去除表现焦虑 我们要用非常多的技巧 协助他能够去反转这个表现焦虑 那你就会看到要反转表现焦虑的话 又跟他自己 这个人能不能跟他自己靠近 有关系 超级 嗯 对 所以是一个大工程有没有 非常大 所以其实 在那里面也还是要做一些个别的工作 对不对 很多 就像是一个那个冰山啊 他来问说几次可以好 那你可以知道他不是几次可以好 是他曾经有过所有的经历 不让他能够接纳他自己真实的状况 那他的人格结构又没有办法支撑社会文化对他的期待 所以他想要有个特效药 快速的可以能够就是扭转他的人生 那通常都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药 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沮丧 然后用各种方法 你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啦 用各种方法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性自尊 然后到那些方法都囚禁了之后 我们就是都没有办法达成 的时候我们要协助他知道 最后还是往内看 因为你今天不是三四十岁 所以你看我最喜欢做老人了 虽然老人的案例不是很多 但是我最喜欢做老人 你们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到老人的时候就是 你今天能够搏琴就觉得万幸了 因为你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 你懂吗 然后你所有下垂的 你已经不会在想说 还要再垫多少东西 让他 男女都一样 再给他挺起来 你懂吗 你都放弃了 等那个时候 我们终于可以离开表现 那我跟你讲 现在那个整形实在太讨厌了 因为他 他可以做出六块鸡 对 然后年纪很大 他都还是可以把你做 你懂吗 就是你一直没有办法离开表现焦虑 那我们那时候 没有整形那么盛行的时候 你到一个年纪 你会慢慢放下再说一切 就回到人跟人之间 很真实的亲密 他反而松了 可以接纳自己 然后也可以听得进你的话 对 然后也可以听到伴侣在告诉他什么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协助两个人 回到他们自己本然的相处 接受自己跟对方真实的样子 表现焦虑其实是文化当中 很大的杀伤手 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是 老师那我刚才突然想到 我没有问一个问题 可是这个问题蛮重要 就是 老师你会说性是什么 性对我们个人的意义或价值是什么 哦这个问题真的太棒了 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耶 我真的超开心的 感谢你 我跟讲性最重要的是 通往内心的钥匙 对 因为你什么都可以假扮 比如说 有人教你人际关系 职场人际关系 婆媳人际关系 伴侣人际关系 你可以有些方法可以学 你知道你可以 有的时候你就 嗯嗯嗯 好呀 就结束了 你心里头开不开心 没关系 就是你可以让他过去 但是性是非常非常 就是现实的事情 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办法骗人 是 懂吗 可以假啊 自己骗不了自己 对 对女性可以 可是你会知道 你没有办法让他靠近 或是你知道一直骗下去 你在里面又如何 你懂吗 不快乐 对 但是对于男性的话 所以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一直专注在男性 因为男性的勃起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你即便上 用药物各方面 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状态 它是你必须 你没有办法 你一定得要进入内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男性是更假不来的 是的 是的 而且是你用了很多方法 有时候你只能得到一点点的效果 嗯 所以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内心 所以刚刚家里你问那个大哉问 就性对我来说是什么 是通往内心的钥匙 我的认同 我自己的自我认同是心理师 嗯 我做的是心理的工作 所以我们所有做性教练 好 就是说我们教教性的技术啊 各方面都是依照这个人 如何可以借由这一些教练的学习 所以我们教练绝对不是SOP 就是标准化动作 会是依照这个人 我们这时候 有哪一个教练技术 可以帮助你多靠近内心一点点 嗯 多让你可以拥抱自己多一点 多让你可以放松 对于自己不能见到的地方 多一些可能性 嗯 然后多给自己一些探索的空间 然后多给自己跟对方好奇 彼此好奇 因为好奇是性最大的活力 嗯 我们性智商最重要就是 他开始好奇 好奇好奇好奇 这跟沟通也很像 对啊沟通也要好奇 你要听得懂对对面的人 你也要有好奇心啊 对对对 包括对自己的好奇 有没有 这是好奇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因为通常我们表面不谈性 是 性会压抑到理念 然后压抑到黑夜 对 所以有一点像是 如果我们去认识自己的性 有点像是 我们愿意去接受自己的阴影 嗯 这样的一个 就一个态度吗 就是我能接受我这么坦然 因为每次谈到性 都会有一种赤裸跟羞愧感 嗯 不安全感 对对对 这是 就是每个都会这样吗 还是 为什么我们对性要有这么大的羞愧 我好意思 文化 这一切就是文化设定的 所以现在正好在文化的交接点 好 比如说 呃 如果现在来上课的学生里面啊 很可能就会有一部分人对性 还会有焦虑 但有一部分人就觉得 很正常很自然 因为文化已经 两面都呈现出来了 可是我25年前的话 可能全部都觉得很羞愧 可是现在的话你会觉得说 有些人已经可以侃侃而谈了 所以这个此刻是一个超级好的时代 就是 呃 观念因着各种自媒体而不断的拓展 嗯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去检视 文化对我们所产生那些 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需要羞愧感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需要紧张感的那些东西 有机会被重新检视 而不是大家都这样 哦 这是一个超级好超级好的时代我觉得 OK 所以老师这可以呼应到书中有一个 那个心理师叫少奇 然后他就是可以性爱分离 是 然后不停的约炮 对 就是他就只要信 不要爱 嗯 就是老师你刚才讲的 那个文化已经松动到有人 其实可以这样 可是如果25年前有人说 诶我就是约炮 可能大家是会觉得 呃 渣男 就直接贴上去了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跟概念吗 嗯 绝对是25年前的话 这会被批判到死啦 甚至都还要犯法干嘛的这样子 那到现在的话是 很多的弹性的空间可以被探索 所以我现在去看亲密关系 很多人会说 啊 现在人都是素食亲密啦 就约炮约炮约炮啦 这样子就就结束了 其实不是 当你的性的选项 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的时候 你的欲望知道 可以找对象 就是找适合的对象 去做纾解的时候 这个时代人反而更多是 要求的是内心的亲密 哦 对 还是多说一点 嗯 对 因为我们 我的观察是这样子 我们都会误以为 现在人不要亲密 因为反正我有什么需求 我就看Apay 我就去约炮 而且不轻易承诺 对对对 可是老师你看说 是想要内在更亲密 对 姨兄我可以说吗 不轻易承诺你可以说 代表我对亲密的要求 品质跟那个程度 不只是为了啊 我有一个婚姻 我有一张结婚证书 我合法可以生孩子 然后我就好像跟其他人一样 有一个美好的家 有一个家庭 那我就这一生正常了 现在人不轻易承诺 甚至于不轻易进入关系 甚至于不轻易结婚 这件事情 除了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议题之外 我知道有一部分的人 开始他不断地会去思考 到底爱是什么 到底关系是什么 甚至于他们要的 亲密感的品质 其实是更高的 对 所以如果 因为以前性跟 那个关系跟爱 跟绑在一起嘛 所以等于是 你不得不 你要有性的需求 你就一定得要进入婚姻 进入扮演关系 进入婚姻 然后那不一定是适合你的 但是就是 你那个时候 做的一个选择 那你就要 决定你一生就是这样 那现在性 有很多可能性的时候 大家会说 那我可以 性欲我可以找 简单的对象 他也同意 那我们就这样子 把它疏解掉 那这样结束之后 我反而有空间 来问我自己 爱是什么 亲密是什么 我渴望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老师 你给了一个新的观念 是以前我们常常 因为性爱在一起 所以我跟这个人上床之后 我就要跟他发展关系 对不对 甚至要定下来 组成家庭 对对对 然后不管那个性 到底是舒服的 还是不舒服的 总而言之 我发生了性关系 所以我就应该要继续 但现在可以把这个东西 松脱一点点 那于是性可以是性 然后爱 它可能是脱离性的 这件事情 可是那这样子 应该有很多人 脑袋转不过来 应该会觉得很可怕吧 对对对 超多的 所以这个阶段 然后因为现在 那个开放式关系 多元多边关系 又出现 所以它其实让很多人脑袋 都是撞到一个 对 还是你多聊 我们现在时间 通过聊这件事 很冲击这样子 我们是少男 怎么讲到这里 就很冲击 有没有 但是呢 这个冲击只是在 你可以把它想象是这样子 就是 你去做一个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 比如说你去 什么高空跳伞 或者是你去潜水 或者是现在很喜欢 free dive 这样子 你去做个极限运动 你不会说 我看到别人这样做 拍那照片好美 我也就这样下去 你不会吧 你一定会去找资料 怎么样可以做到 然后找教练 打听 对吧 然后去看人家 你这样怎么样经过 你要经过哪些历程 然后衡量自己的能力 身体素质 跟你的心理素质 然后还有你的各种资源 然后你去学 你找教练教你 教了之后 你会慢慢一步一步的知道说 有这么多东西要学 所以你可以完成 那个美美的照片 是不是这样 然后你可以去体验到 那冒险运动当中 就是跳伞跳下来 对的那种感觉 对吧 而不是你跳下来 你就隔壁也不是这样子 数七秒没有打开 然后就落地 对不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现在开始去思考 多元可能性 开放式关系 你不会听到别人说 有这四个字 开放式关系也不赖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你把它当成极限运动来看 可是我听到更多人是 他听到这个观念 然后他就去做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对 这就是我就这样做 然后我就去说服我的伴侣 说现在有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这样的人 那你就接受 不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这个开放式关系 它意味着是一个 全新的世界 全新的规则 全新的能力在里面 你不能用一对一的 关系的世界观 对吧 跟那个在里面一对一关系里面 也需要非常多的能力 来把它套用在 开放式关系里面 不能这样子的 行不通 行不通 我是不是用那个 极限运动 你马上就可以了解 懂 也就是说你有想要 觉得说 我的人生有各种可能性 我不想要锁在某一个状态当中 但是我又想要真诚的 对我身旁的这个人的时候 你不觉得你需要整个 就是你需要很多的资源资讯 来协助你吗 原来老师 他就是急需运动啊 可是我听到的故事是 我们可能婚姻一段时间 然后性就那样嘛 那也没有想要结束这段关系 可是就觉得 我想要出去 然后就说 老婆我会要跟别人出去 或老公我要跟别人出去 那你可以吗 他们会觉得 他们有谈好 可是就真的发生了 对我想要讲故事 老师你再拆解一下 到底哪里没做好 然后就真的发生了嘛 对不对 然后其实可想而知 虽然家里那个人 没有被欺骗 所以他没有那种被 外遇或劈腿的感觉 可是他内心的那种 焦虑紧张不安 其实是更大的 对 然后这个回来了 然后他其实想 他的情绪需要出来嘛 可是他就会说 但我们当初不是已经谈好 你也知道 对 最可怕的 这个有没有到你们现场 就是在 超多的 对 很多 超多的 对对对 因为开放式关系 这几个字没有出来 抱歉 没有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用外遇 就默默来啊 就是我们都处理是外遇 那我们现在很多 在处理开放式关系 OK 这是时代很大一个转变 但是呢 嘉莹刚刚讲的就是 呃我们 办理关系 已经一段时间了 都已经罚了 嗯 你的哪一个地方 我们有看过 然后我们就已经模式化了 然后所以呢 我们 呃去找 外面的 其他的人 来让我们多一些可能性 多一些激情啊 多一些 这个 第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有问题的 哦 问题在哪里 对 他的问题就是在 你其实是把开放式关系 用来作为 你们关系当中的问题的 解决的方法 解要 而你们两个人觉得 你们没有办法 就是已经没有解决的方法 你们不是没有解决方法 不是应该找食尚师吗 对吧 找信息尚师 找信息尚师啊 或干嘛的 你们已经 你们自己觉得说 这是死胡同了 然后你们说服彼此说 那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所以 我就是用另外一个 呃 其他的对象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就是 你们两个关系 就是这对伴侣关系当中的 一个盲点 嗯 但是很多人会被说服 因为信真的 你要引发激情哦 就是你关系一段时间 要引发激情 有时候那个一段时间 就是你们关系超过六个月 要引发激情 就已经不容易了 天哪 六个月 这真的是 有的 所以你不要想说 一定要几十年 没有 有的就是六个月 真的 对 就都上床个几次之后 就觉得差不多了 对 然后呢 大家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你觉得差不多的 那个时候 其实是因为你们都在 模式化运转 哦 就是那个SOB化 就怎样前夕 对 怎么样开始 对 然后做什么 对 没有新鲜感 对 但没有新鲜感 其实不是两个人的问题 是你们是 你们模式化的问题 你们很习惯 他这样做 你就这样 然后你们又没有 这两个人又没有培养出 如何一起探索性的习惯 嗯 所以其实 那个他们提出 开放式关系 那个只是一种 他们对于关系 自己疲乏 但是没有去努力的 转移焦点的方向而已嘛 对 如果是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知道 后面就有一大堆的问题产生 嗯 如果这两个 这对伴侣 他们原先就是 哎 他们会一起形成合作关系 一起讨论 一起去探索 然后他们一起探索到 开放式关系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 可行的选项 来体验看看 那么就是以这对伴侣为主 出发的一个探索体验 那无论他们体验到什么 都会是回到这个伴侣当中 去做沟通跟讨论 但你把它当成是 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的问题没有解决 你创造了更大的问题 延伸更多 所以 万流不是其中 最终还是婚姻治疗 还是伴侣 当然 关系问题 不是性问题 当然 伴侣之伤 你知道说我性 我们为什么把性凸显出来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愿意 但是没有办法 对对对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必须把性凸显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的文化 并没有把性包含在里面 对 对吧 这才是问题啊 现在是文化是把性切开 是 对吧 所以我很早以前是有那个伴侣治疗师 转 就是很资深的生理师 他转个案给我 他是说 嘉惠 伴侣的伴侣部分给我做 你做性的部分 我说能够这样切 对啊 怎么可能这样切 对 但是以前的观念就是这样 就是性跟伴侣是分开的 这是很奇妙的 可是我有感觉 确实如果没有性的这块训练 要做伴侣 蛮不容易的 因为 就像我自己说 我知道我在绕开 对对对 就是你知道那底下你需要hold住 就是你需要有一点装备 就像老师刚才讲的极限运动 你需要一点装备你才能进去 对 而进去你不会害怕 他也不会害怕 是的 你不会觉得受伤 他也不会觉得受伤 对 这里头其实是很很 那我可以用佳颖的例子 讲一下你们刚刚 你后面那一段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前段他的那个开放式关系 他用开放式关系 解决问题就已经有出问题了 对 他的问题是 接下来他说 我们已经讲好了 所以我去外面找其他对象 如何如何 他不知道他带进来的时候 两个人的情绪的张力 会大到超过他们能够负担的 对吧 对 这就有如同说 我们心理师没有受过 性的训练的时候 你说我们来谈性吧 性打开了 然后各种感觉跑出来的时候 你就想说 心理师自己hold不住 对 这要怎么办 你懂我意思吗 对 然后因为我们在谈性的时候 对方也可能会 因为很少有机会谈到这么细 大家可以打屁 可以插颗打魂 可以开黄色笑话 但是你没有办法 那么清楚的在性里面 去看见你自己 然后你会引发各种生理的感受 你的个案会 你自己也会 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没有经过训练 出来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其实就是跟你刚刚在讲 那个用开放式关系 解决的问题 其实是一样的概念 它会出现很多 超过你能够想象的东西 那不是说 我们已经讲好了 我已经跟你讲好 要谈性了 你怎么还可以这种感觉 这真的是关系里面的 极限运动 真的 其实性交本身就是 然后性的探索更是 是的 而且性的心理 跟性的情绪 这些更是 因为我们都没有想过 难怪现在会有一些 男性朋友的声音 他们就是很生气的说 他们的女伴 你又要寻找自我 你又要自己探索 你又要多元发展 你到底是想怎样 就是 就是对男性来说 对对对 这里我真的要帮男性 说个话 而且老师 这本书真的是 以男性为主 就是 其实我自己真的也觉得 男性在性啊 或关系上的辛苦 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empower女性 可是我们没有花 同样多的力气 引炮男性 甚至有的时候 我自己就有那种 我帮男性多说一点 我就会变成 两面都不是人 是 是 就会是 因为我知道 讲什么女生会开心 然后就会有一群女生 在底下就是 这样好棒吧 那我试着讲男性的时候 其实就 刚才为什么 我前面一直问 男性的心理到底是什么 因为 又敏感又脆弱 就是我其实在接你 可是你会感觉 那是攻击 啊 太正确了 嗯 超难的 对 所以当他感觉到 他自己是被攻击的时候 他又用他习惯的生理反应 就是 去生气 去愤怒 对 其实 沟通就中断了 对 超难的 刚刚两位讲 那个情境 真的就是这样 对吧 就是说 你要怎么靠近男性 不会让他觉得 你冒犯他的脆弱 对 对吧 好难 但是麻烦的是 他对面还有个伴侣 只要你做伴侣的话 后面还有个伴侣 对 然后你再靠近他说 他伴侣也生气 就说明明就是他这个混蛋 你干吗 那老师 如果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case 如果是真的回到 嗯 谘传室里面 对 这个需要把个案两个人 分开处理吗 呃 这那到底怎么处理 就看每个心理师啦 但是我知道的事情是 呃 你会知道 性别这个东西 即便在这个时代 我们已经尽量 平权跟多元的 去拥抱他 嗯 但是那个刻板化的印象 有的时候就是 直接的 很直接的情绪的反应 就在那边 他就是会出来 嗯 所以比如说 我们在帮助他的伴侣 比如说我们讲说 女性哈 去理解说 呃 你的先生不是不爱你 他的生理各方面 跟他的焦虑 他的勃及反应 就是有他的难处 那因此 在被期待 做一个男人 该做的事情 而他做不到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退缩 退缩 他就会不想要 发生性行为 这个是一个 很自然的现象 哎 我讲的很合理 嗯 女孩就说 怎么会有这样子 男生怎么会这样子 男生不是就是 应该看到女生 就应该有那个 他没看 他看到我没有反应 一定就是 一定就是他不爱我 这也是植入女孩子 脑袋里面的 那个刻板印象啊 对 你刚才讲的很好 那女生会假设 男生的性 是always 随时的 随时来都有 stand by的 对 可是这对男性 也是很可怕的 太可怕了 你们知道 我们男性压力 焦虑真的超级多 所以我跟他讲 我真的是 就是我 前面二十几年 一直在推的 就是女性自主 因为女性一定要自主 然后我们才有办法 回来看一下 你身旁的这个男人 你想象他要多厉害 多厉害 没有 他就是一个 脆弱平凡的普通人 然后扛的这一些 他完全没有办法 掌控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在 美国念书 念到有关性的 这个主题的时候 老师有问过一个题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那时候 你下辈子啊 可以选的话 你要当男生 还是当女生 如果我没有 接触性这个领域的话 我说我要当男生 男生有什么权利啊 干嘛干嘛的 很好这样子 但我学过性之后 我说我下辈子要当女生 因为我觉得男生 一辈子都要受 那一根 无法自我掌控的肌肉 所苦 太辛苦了 无法自我掌控的肌肉 你说无法 可是有多少人都觉得 那个想干嘛 就可以干嘛 绝对不是这样子 他的变数真的太多 所以为什么性智商 这么复杂 就是因为他影响的因子 真的是多到 你没有办法想象 也不是一颗药可以解决的事情 真的是这样 但我们女生可以说 我可以用一下润滑液啊 我可以假装一下 你还可以 可是男性真的是没有办法 而且我知道 女性的高潮 其实他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嘛 对不对 他不像男生一次之后 他会有 消退期 对消退期 对这就是身体很不一样的 很不一样的地方 对啊 所以性是不是 超级奥秘好玩的 我觉得老师 你下次再来 我们再来聊 而且跟你们聊天很开心 对我觉得今天真的只能 插边 就是很多更深的关于 那里面 那我们究竟在怕什么 还有如果面对那样的害怕 我们怎么去 稳稳的 就是接触自己 是 那我最后想问一下老师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快点 负责小白的 就是 如果 如果 如果我是小白的话 我猜一般听众会有一种 比如说我一段伴侣关系很久了 可是我不知道对方能不能接受 假设我想出去 然后我也想跟对方讨论 可是我其实也很害怕他的反应 是的 那我怎样可以先准备好我自己 有没有相关的资讯 或者课程 有有有 第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现在 在台湾 开放式关系的 这一个主题 就是你不是说 我偷偷去 我偷外面偷吃 是我希望我们是能够讨论这个主题的话 已经有很多的社群 有这样的讯息 也有相关的书籍 告诉你有这个 你需要具备的一些练习跟能力 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因为你千万不要是 你觉得忍无可能 你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来攻击你的伴侣 千万不要这样子 所以更多的时候是 可以重新回来检视一下 你跟你的伴侣 原先在谈关系 谈性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紧张 如果谈关系 谈性就很紧张的时候 你现在真的不宜去跟他谈说 我们用这个来解决 我们之间伴侣关系 跟性关系的问题 绝对不宜这样 你应该就是说 我们关系跟性上面 确实有些状况 我们是不是先找一些专业的协助 或是我们如何一起 来好好讨论这件事情 找个专业协助 是让你容易一点 轻松一点这样子 然后这个部分有了之后 至少你们可以开始谈性 谈性比较轻松自在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在性的这个领域当中 有多种可能性 有多少可能性 我们彼此可以交换一下 我们对性的渴望跟想象 就是你想象 能够让你很开心的性 很放松很愉悦的性 你问一下你的伴侣 他有他的想象 你也有你的想象 然后你们可以一起来 讨论一下这个想象 有多少种方法 可以把它达成 那我们如何 哪些部分是属于 我们可以彼此去探索的 哪些部分是 我们要去冒险的 然后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说 那我们来看一些 有关于开放式关系的资讯 那我们可以分别去寻找 因为网络上面资讯很多 然后有好有坏 那我们就把这东西 拿来一起做讨论 老师 如果他们真的可以这样 好好讨论 然后去说自己的想象 比如说我就听过 对于可以跟别人 比如说有些人是 我的伴侣 可以跟别的异性 去吃个饭 他不会觉得怎样 可是有些觉得 讲like可以 但是吃饭不行 光是能把这件事情讨论 然后心平气和 然后听对方 其实老师 你看说那个亲密感 应该就发生了 对不对 不是只有性交 对 所以我才会说 大家就想说 大家现在年轻人都很乱 然后怎么都 只是为了性享受 其实不是 当性可以被拿出来 成为一个 就是欲望疏解的可能性之后 更多的是 有些人他要的 真的不是这样的 不是偷吃 不是乱搞的 是我如何能够在关系里面 更真实的 面对你 面对我自己 所以如果能够 这样讨论的话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 更亲密的状况 说不定就不用出去啦 而且难度更高 有没有 其实是 而且更好玩 对我来讲 我会觉得更好玩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你会开始 发现说你们的关系 有很多东西要挑战 是不是像急眩运动那样子 很多东西要挑战 不是说 反正我们已经结婚了 或者我们已经成为一对伴侣了 反正就是 你上班 我上班 家事分一分 然后有时候出去 小确信一下 日子就这样结束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对吧 真的 宜选我看的表情 应该是一起说 我们今天来练什么 二头肌 对 然后下个礼拜 我们来练哪一块肌肉 对对对 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才是活水 对我来讲 对你讲真的就是 这就是活水的泉源 所以我为什么 用能力建构取向 不是问题解决取向 是能力建构取向 因为只有你有更好的能力 你就可以要求更多 享受更多 得到更多 对吧 所以从 真的认识自己 然后学沟通的能力 学性的能力 性的表达 知识 然后才一个一个 能力慢慢的 培养起来 对 OK 而不是直接去处理 我们之间关系有问题 我们的性不协调 我们要把这个拿掉 对 所以你看哦 你把它 大家可以有一个视野 就是说 我们的性啊 因为已经不是为了生殖了 对吧 所以你的性 不想生 对对 不想生 然后也不是为了生殖 所以你往前一看 你就性的生涯规划 就是你可能到老 这件事情都在你生命当中 不是说几岁 我生了孩子就算了 有没有 以前的人就是说 我孩子生了 结束了 最近有一个台剧 叫妈别闹 就在谈人到了中老年 还是会有性的欲望 跟性的渴望 当然是的 可是以前我们就会觉得 你几岁就不用想这 老不休 对啊 对对对 那你现在会知道说 哇那我们这样放眼望去看 你有没有觉得练练肌肉很重要 很重要啊 对啊 有没有 这是保健 而且我觉得刚刚 那个李老师讲 性的生涯规划 我整个很有电 是不是这样子 性也要生涯规划一下 对对对 不是只有人生要 怎么要做到哪里 对 所以 借我答一下说 因为我很久以前出一本 叫爱与放手 亲职性教育生涯规划 十一堂课 我也只是只有一个 我那本书里面 只有一个概念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 可以跟孩子谈性的家长 你需要能力建构 你跟着孩子的发展 你需要建构哪些能力 然后是一直到 你们他是成人 你要怎么样看待 你跟他的关系 伴侣关系 我真的还没来得及写 我本身想写这本 就是伴侣的性生活 的那个生涯规划 今年大年初一 说不定灵感就来了 希望是这样 你祝福他 给他 我觉得会 我本来想要写的是 这个少男的续集 叫少女 因为这本书是三个少男 其实下一本书 要写三个少女 因为少男少女 在这个阶段当中 在青春期当中 面临的性自我概念 跟她的自尊 是截然不同的挑战 我猜是不一样 超值得写 值得写 里面 虽然很初略 我不知道老师 我相信你在 食物现场会有更多 但我就发现 好像这些男生 他需要去 Doing something 对 那我就猜 女生应该是反着 应该是被动的 或者他觉得 他不能做什么 没有 现在的女生 很多主动了 但我不知道 少女的时候是怎样 但少女面临的就是说 她会在文化里面 被拉扯 她自己本身 对于自己的性 跟她自己的欲望的掌握 都还没有拿捏好 但文化里面 对她有个期待 什么叫做好女孩 是这个东西 让她觉得 她自己什么都不是 你懂我意思吗 有有有 会有一段 会有迷惘的时候 对 而且好像 觉得做什么事情 就是自己不干净了 或者是 做之类的 对 所以说我又很想写少女 那我又很想写 那个伴侣的那个 生涯规划 看哪一个灵感 先跟你敲门 对 但都好重要 对啊 很高兴老师 25年前就把性 而且是专业的在谈性 很有系统的发展 我知道何光在台湾 特别是 国中小在推动性的 教育上面 真的是花了 非常非常多的力气 我想也许 等这些孩子长大了 我们后面的性 就像老师讲的 整个文化又不一样了 超级期待的 对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当然这个 时代在变化 当然就会有很多 不同的声音 所以我也想邀请听众 你想一想 你怎么看待性 当有人说 我昨天去跟别人 约跑一夜情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觉得 嗯 那呢 还是 哦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先 不是说你 你认同大家 你就会去做这件事 可是能不能 就是先 哦 现在有一种 方式 或者现在 确实会有一群人 是这样子的 是的 那他们不一定 就是坏人 他们背后也有一套 他们的价值观 或逻辑 那有些 伴侣关系 他们会选择 开放在他们 经过了一段 探索摸索 也很保护彼此的状况 底下选了这样子 以前我们就会觉得 哦 换期俱乐部 哦 以前就觉得 那就是混乱 什么的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 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想 那那个到底是什么 说不定 其实我认识了之后 我会觉得 哇 原来那是一个 这么美好的可能 那那个美好 不等于就是 你就要去 就是说 哇 他真的帮助了有一些 关系本来走不下去 而他打开了更多 而且是更亲密的 可以看见 跟认识一个新的世界 对 那如果你是家长 你是家里面有小孩的话 就我们也很鼓励 你可以看 嘉惠老师的 欢迎来到性智商室 这本书这样子 他里面会有讲很多 青少年会面临的状况 对 然后就不要逼他讲话 如果 他不讲话的时候 你学学里面的心理师 他要干了什么事 要陪他画画 跟他玩游戏 对 因为做不到那么 专业没关系 但至少就是 哦 这时候逼他讲话没用 这样子 好哦 所以 对 所以 老师你何光有FB吗 或是要去哪里找你们 就是我们何光有网站 有FB 云光也都有 所以 各位民众 大众的话 其实只要一Google 都会可以找到我们 嗯 那 如果 搜寻性智商的 关键字的话 应该都是我们会跑在前面 那 我最后可不可以 因为余贤刚刚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这本书家长 家长千万不要 就是把这本书买来 就丢给小孩说 你去看 哦 因为家长都这样跟我讲 他都跟我讲说 哎我这不可以直接丢给我小孩 因为他不想看啊 他就想说叫孩子看 要家长看 这样子 要小孩看这样 那各位如果是家长的话 你看这本书会让你有很多的开启 你记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 哎呦 这些心理师原来也会有性生活 当然啊 大家都是一般人呗 我觉得 应该很多人 这是我写这个书最重要的 就是说 我希望那个 大众能够对心理师 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心理师就是平凡普通人 也有他在 发展的历程 也有他对自己的探索 别再投射我们了 对对对 然后那个 他的心理也有超过你想象的地方 那你知道 那就是平凡普通人 那你最希望的是 呃 你所选的心理师 就是说 你需要资商的时候 你去选心理师的话 你要的不只是那个形象 他的那个好像很完美的形象 你更多的是 如果这个人能够面对 他自己是真实的 嗯 那个真实 就是我们面对人生 最重要的勇气跟力量 嗯 是啊 也是治疗关系最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家长在看的时候 呃不要美化了心理师 而这个 这本书更重要就是 你看完之后 你会知道 啊 如果每个人的性自我都需要做整理 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原来我的孩子 如果在学校系统里面碰到有关性方面的事情的话 我需要做的不应该只是 呃 应该不只是去叫学校怎么样 叫心理师怎么样 更多的是你会跟家长们一起说 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性教育 嗯 我们需要我们的专业人员更有能力来陪伴我们孩子面对性的这个过程 是 这或许不是我一个家长能够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的呼声是非常重要的 当有好的性教育之后 你的孩子才不会怕性 他不会怕性的时候 他将来才真的有亲密的可能 跟另一个人真实的连结 而不是只是表面的关系 我觉得那底层是性的能量 那这讲下去又太深了 所以呢 我们先听到这边 期待我们未来还能请教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太开心了 性的里面的哇 各种知识这样子 好 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 期待我们未来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拜拜